讲美国总统选举 其实我们也讲过有几集 今天我们的重点就是讲一讲 周显昨天有一个看法 就是拜登可能是一个不做事的总统 但后面有一班智囊、专业人士、政界的强人 会帮他手 我看得黑暗电 我觉得那个是一个管治团伙 没错,犯罪团伙 是否真的犯罪我就不敢说 但很明显地我看法 这件事我和你都很相似 因为我估计其实无论是金融界、科技界 其实这次帮得他这么出面 某程度上大家也都知道他的能力去到哪 做了47年的参议员都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大件事 大家很清楚能力去到哪 就是因为大家知道他没有能力 所以才叫他去做 这个是老普而 这个人一定是一个快捋 大家就是想要一个快捋 因为特朗普实在是太离谱了 特朗普是跳过所有的专业 自己派了所有人进去 现在自己派的人进去又不是专业 因为其实不是特别的笨 而是你要专业 一定要经过很多年在专业的浸沉 那些人说他是以家治国 是的 所以就变成了他的人太不专业 就搞得别人很恶搞 搞得别人很恶搞 就弄了所有的书 就变成了你的盟友会有离心 你的大集团 你维持不了跨国集团的利益 所以很多事情他都做得不好 而拜登在这方面他是做得好些的 至少他们民主党那些人 全部都是跨国集团 那些新贵那些利益 他更能够照顾你 跨国集团那些更能够知道 美国是需要什么 你从这个角度看 我会想就是 暂时我们看到 虽然你说 他那个管治班底 仍然都是吹风 不过 如果从这个角度的逻辑去看 其实他做经济管 这本经济可能是比民生更加做得好 因为像你所说 我想金融界科技界传媒 全部都帮他手 我想他们每一个人做经济 什么叫经济 什么叫经济 这个事情是很难说的 为什么呢 因为美国的经济分两方面 一个就是全球化的经济 比如Facebook 那些在全世界插针 全地球插针就赚钱 因为美国的钱有一半 可能是一半 我不知事实地说 是一个很大的部分 是来自外国的 他那些事情是会做得比较好一点的 但是民生就不同 美国基本上是没有人管民生的 哪有人管民生的 那么多年来都没有人管民生的 那么多年来都没有人管民生的 大家会看到 那些人就没有医疗 睡街 贫富玉树 公路失收 但是最多是飞机场 因为有些人坐飞机 所以不用坐公路 那些公路是失收的 即是私人都有飞机场 家里也有 家里的门口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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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里的门口也有拍几架飞机 譬如他们的失业救济金 或者他们 好像过了轮轮 是的 是的 即是半年了 譬如今次的疫情 其实他们的现金出量 是比香港的两三个年 医疗 那你说医疗 那医疗奥巴马Care 有些人就说 他其实是令到很多 其中一部分人 就要交多很多税 但是我们如果回来 你就觉得他 可能反正都没有民生的 所以就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因为共和党和民主党都不估计 其实在美国 这个就是特朗普崛起的原因 美国在1950年 建立中处理系统 之后你会发现工路都破坏了 大家的人 为什么利用了这么多钱 去在外面驻军 在外面搞这么多东西 但是为什么你们国内的基建 完全是不搞的呢 那些基建其实是一种民生 为什么国内的基建做得这么差呢 为什么这些钱 你会发现你去到外国的时候 你会发现至少在20年前的时候 欧洲人的生活 为什么过得不差 德国和法国 德国和法国 德国很明显 英国的生活不差 但美国是最后次 我们是倾尼的 为什么我们会搞成这样 为什么我们这些穷人 不会是一份厕所 我想这件事 我就会觉得 可能你用美国的状况 去和欧洲比 要看一看他们本身的角力之外 其实那个移民的制度 我想都会有几大影响 譬如全世界有什么地方 会抽绿卡 是不是 抽绿卡是一个 另外就是 何谓美国人呢 这件事我都非常之 觉得很难去界定 因为 美国每年的全球移民 尤其是精英移民的数量 高学历移民 是最高的了 现在你所谓的民生问题 他们会觉得 就是 所以那一部分人 为何他们会有钱 为什么国人会这么辛苦呢 是的 因为他本身 他吸纳资金 吸纳人才的能力 是跟他对本国人民的福利 是割裂开的 你讲 所以你到最后 没有一个人会讲民生 是的 是不是不讲民生 我都说 我和你有些看法不同 但我反而 我正确就是觉得 他们在这样的情况下 其实他吸纳了很多外面的精英 但是他本国本身 入讀大学的率 都不是说去到八九成的 所以 其实在这样的情况下 你就会很明白 他们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 有低收入 失业 这些问题 其实 如果你和德国比 他过得差很远 是的 所以结果就是 所以美国是一个烂的国家 他搞不定 因为他到时候 他会发现 他的钱都去了 其实全世界都是 当你没得发展的时候 你的钱都会去到有钱人身上 跟香港一样 但是他大家会觉得 为什么他会搞成这样 为什么你那些人 最有次的人 40岁 30-40岁 就已经做了夜晚富豪 但是为什么那么多人 还会在贫穷线下 为什么那么多人 连医都没有医 因为他六成以下 入讀大学 这个人 读大学是增长不到经济增长的 因为教育大学都是欺骗人的 你知不知道1950年 1960年 1970年 东南亚洲哪个国家的大学率最高 我猜一下 菲律宾 没错 你知不知道欧洲哪个国家的大学率最低 就是我所知 意大利 瑞士 德国 因为他们有个技术学校 就是不需要读大学 读大学本身就是 读大学本身就是 不可以增长经济增长 因为呢 譬如雷丁明有 他忍着错误数据 那些欺骗那些 不懂那些看统计学的人 他们说 读大学的人平均收入是高 过没有读大学的 那这个统计数字有证明的 但是这个是一个 鬼不知什么 一个糖水滚糖鱼的时候 糖水滚糖鱼的状况之下 就当然读大学的人 收入高过没有读大学 但是不是代表 在不同的国家 只要读大学 不如高的时候 就去到大学的收入高的国家 大学的入学率高的国家 收入高的大学率 就在入学率低的国家 你知道在糖水滚糖鱼的情形下 就当然读大学的人高 他们全部都是拿出 骗人的数据去骗人 就说给人在读大学的 其实中学是最重要的 如果你是中学教育 大部分人读大学 你读大学 难道你读一些历史 读一些历史 文学 哲学 会增加经济收入吗 你当然读技术学校好些 但问题就是 他们本身是错误数据 就说引弃力 但是中学的时候 美国是完全是一团混义 读完之后是不懂识字的 那样东西的教育 本身从出生以来 都是为有钱人服务 这是美国的最大问题 好 今天跟周显聊到这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